不怪社乎国神山台积电26号大涨15元收在960元 这一涨也贡献大盘不少涨点 台股最高触及23074点上涨近200点 不过走势震荡中场收在22986点 没有占轨23关卡 但统计近1月台股涨幅已经超过6% 堪穿是全球最会涨 至于其他焦点个股 包括联发科也涨1.44%来到1405元 市值刚占上一兆的台达电 早盘一度飙上392.5元天价 不过收盘反黑下跌2元 盘面上生计医疗族群也开始发动 药华耀再创波段新高 股价也涨停到543元 恒大也一度36.3元涨停 而毛宝 宝瑞 康纳香涨幅也都超过4% 专家看台股 目前均线仍为多头排列 中长线仍大有上涨空间 东森产新闻综合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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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